Hello大家好 这里是拔丝底瓜 搬家一想都是一件麻烦事 就算找了搬家公司 也要提前好几天打包 才能在搬家时不至于手忙搅乱 在搬家的途中 也会面临着中途加价 东西损坏 此时安全 这些麻烦的问题 搬一次价是心累人也累 然而在日本 有一家叫阿托搬家的搬家公司 却有效避免了这些问题 不仅靠着极为变态的服务 成为日本最大的搬家连锁公司 一年收入就超过了100亿 而且就算搬运一次需要4万新台币 也有人愿意提前一个月排队预约服务 这个阿托搬家的服务 到底有多极致 才能如此火爆呢 一对生活在日本的Youtuber夫妻 在2019年的一次搬家中 记录下了全过程 据博主介绍 在搬家的前一周左右 公司就派了一名专业人员 过来和他们确认流程 阿托搬家的员工 几乎都被管理成了强迫症 前来视察的专员一进门 就把鞋子外放整齐 甚至在放置公文包时 还在地下先垫了一块布 接下来专员就开始采访房主 除了了解房子的基本信息 敲定具体搬家的日期 更重要的是 明确哪些物件要搬走 专员会在房间里一路看一路问 大到柜子家店 小到一针一线 许多你可能忽略的细节 他们都会问到 如果有不想要的旧家电 阿托搬家也能帮忙处理掉 甚至还有全新家电可以提供 不光到时候能直接帮忙安装到新家 还能有最高20%的折扣可以享受 这对所有搬家的顾客来说都是诱惑 这对小夫妻也没忍住 在自己的账单上加上了家电的支出 专员在一部小平板上记录了所有要搬运的物件和要购买的家电 和顾客确认一遍之后 就根据这些订好搬运人数和金额 而小夫妻之后什么都不用做 只等着搬家就行了 本来以为第一部分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位专员还没有走 最后还和这对夫妇提到了他们人性化的一个业务 因为搬家会比较吵 加上搬运家具的卡车也很占地方 所以阿托搬家会替顾客提前和邻居打声招呼 还会送上一盒面经纸安抚邻居 在离开之前给邻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这也让这对夫妇和网友们都非常意外 不过搬家过程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 而且不论新旧 家具在家里待了那么久总会有很多灰尘 搬完后新家旧家都是一片狼藉 这对小夫妻也在为此担忧 却没想到搬家当天的操作让他们大开眼界 员工们到达家里后 只是简单地做了下自我介绍 最后便沉浸在打包整理的过程中 为了提高搬家效率 阿托搬家自己研发了很多搬家神器 比如液晶电视电脑主板这样的一碎物体 会被像礼盒一样包装起来 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护 对于大型家具 他们设计了一个伸缩性保护罩 用来保护家具和贵重物品 防尘防滑防潮 这个罩子就像一件弹性十足的毛衣 可以包裹各种形状的家具 并且能承受一千次的极致拉伸 至于厨房的易碎物品 也有自己的收纳盒 而平常收拾起来十分麻烦的衣服 公司也发明了挂衣箱 不用卸下一架 直接把衣服挂进箱子就能打包 鞋子也有专门的鞋柜打包箱 不用担心鞋子在搬运中会被急变性 如果是一般小物件 服务人员会精细的分类打包好 再统一放入指定的箱子中 总之就是做到一个各有各家 互不羁压 封装箱子时 更是用不同颜色的胶带来区分 还会贴心的在箱子上详细的记录 箱内有什么 原本放在什么位置 以及新家的摆放位置 就在搬家人员热火朝天的大包时 妻子站在中间显得有些无措 虽然前期工作看似非常繁杂 但搬家效率却一点都不低 他们采用流水线的工作 工作人员分工都非常明确 有人负责将家里的箱子搬出 有人负责将货物搬上电梯 各司其职 这样减少重复上下楼移动的时间 极大的提高了搬家的效率 连顾客本来准备自己带过去的几个行李箱 他们也顺手直接抱下楼 帮主小夫妻只需要在旁边休息就行 而且连卫生都不用他们帮忙 在打包所有物品前 员工会顺便把整个物件全给擦一遍 连冰箱下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样一来就能保证物件运达新家时 非常干净 不会弄脏地板 为了解决搬家过程中 容易给家具或楼道造成损坏的痛点 工作人员从最初来到这里下车 就开始给地面贴保护垫 从下车处一路贴 楼道 电梯 家门口 房间内都要防护到位 不仅仅是地面 连墙面也不放过 这样才能保证搬运过程中 家具等物品不会有一点刮痕 在搬完所有东西之后 他们还会把原住处打扫干净 不给房东留下任何烦恼 最后员工也不忘把防护板回收 向顾客鞠了个躬就离开了 妻子震惊于他们的速度 还没反应过来 搬到新家之后 小夫妻依旧可以当甩手掌柜 因为工作人员会把所有东西 按照客户的要求归位 如果客户有需要 还能按照旧家的样子一比一还原 不仅仅是搬运 就连新家清洁也不用担心 一起给你包办了 所以整个一条龙服务 客户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在一边旁观 最后为了确保员工没有偷工减料 结束时总部还会通过电话 和小夫妻确认员工 是否有认真细致的完成工作 如果完成的好 公司就会奖励员工一万日元 如果出现索赔事故 或者是受到顾客批评 员工不仅得不到奖金 还会被扣钱 因此被调教好的员工 在搬家过程中 才会如此周到 这支影片上传之后 靠着博主外国人的身份 和变态级的搬家服务 立马就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有心动的日本网友 则是直接准备去公司官网 预定搬家服务 结果火报道居然要提前 一个月排队预约 虽然搬一次家 可能需要9000元到4万元不等 但是公司也为预算不够的人 提供了其他方案 可以选择半打包或者不打包的服务 公司会提供材料 只是打包或者拆开的过程 就需要顾客自己DIY一下了 不过在价格上能便宜很多 阿托搬家还考虑到不同顾客的需求 对于单身的独居女性 可以要求整个过程 全部由女员工上门搬家 对于在家里居住很久 积攒了很多纪念物的老人 阿托搬家则是可以派一位生活整理者 提供一些有关整理和断舍离的免费建议 而且如果觉得地址变更 带来的一系列手续太麻烦 比如宽带迁移 邮局地址变更登记等等 也可以一起交给阿托搬家帮你代办 真正实现了让顾客袖手旁观 阿托搬家能够有这么周到和细致的服务 其实和公司创始人一个名叫四田千代奶的家庭主妇 密不可分 作为家庭主妇 他深知搬家的艰辛 从打包物品到大件搬运 顾及变更 垃圾清理等各种事情 都极其让人头疼 正巧当时丈夫公司负责的运输业 因为石油危机爆发面临破产 他也在报纸上看到了搬家的前景似乎很好 日本关系地区每年搬家开值就有400亿日元 千代奶想着运输和搬家也是有些相似的 干起搬家来也不会太吃力 于是在和丈夫商量后 他就开了一家搬家公司 然而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开展 便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搬家的市场虽然广阔 但用户都是分散的家庭 为了把成千上万散户吸引过来 千代奶开启了前卫的宣传手段 因为当时日本居民喜欢通过电话簿查找信息 而电话簿的排列顺序是以日本的字母作为顺序 因此千代奶就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阿托搬家服务中心 让用户在选择搬家公司时 第一个就看到自家公司的电话 除了名字 在选用电话号码时 千代奶也选择了0123这样醒目有好机的数字作为号码 这一招果然奏效 自阿托搬家公司开张后 生意一直很红火 又不少顾客都打来电话预约 在这之后 千代奶还把这个号码制成标志性logo Z0123 并将其印在包装箱 运输车等上 穿梭在日本街头 走进千万户人家里 后来更是顺着信息时代到来的趋势 花费高价尝试在电视广告上进行宣传 果然 在这之后 阿托搬家名声大噪 营业额也一路攀升 从创立之初到现在 阿托搬家年营业额已经增加了347倍 达到140多亿日元 并从一个地区型的小型公司 发展成在全国近40个城市拥有分公司的大型公司 美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甚至还争相购买它的搬家技术专利 不过 作为创始人和经理的千代奶 时刻不忘顾客 由于她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 对搬家的苦恼和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 因此 在设计服务项目中 她首先考虑的是顾客在搬家时 希望得到什么帮助 如果说 初级阿托搬家打响知名度 靠的是电话部 广告宣传营销 那么让她火爆了44年 还不衰退的原因 肯定是她那不忘初心的人性化业务 而前面那位YouTube博主的视频发布后 更是让大家沉浸式体会到了 这种搬家的快乐 播放量更是达到了485万次 有美国网友吐槽 自己搬个家 桌子坏了 木板刮伤了 箱子丢了 也有巴西网友吐槽 他们搬家 就是把东西扔到卡车上 还得防着东西被偷 还有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 希望这家公司赶紧开来自己所在的地区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效的搬家公司 无论花多少钱 我都乐意让他们搬我的东西 他们真的做得很棒 几周后我就要搬家了 我的计划是说服这家公司向美国扩张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